东岗攻龙 东龙攻王传祭呢 今天将上凉 东岗人相信说这个王传祭前呢 只要碰到台风 这个台风不是转向 就是游大化小 因此这一次把马台风转向 更让东岗人深信这个王传祭典的重要 现场连线给记者翁崇文 带我们来关心传闻 好了三年才举办仪式的 隐王平安祭典呢 有请神明还要举行的上凉的仪式 那么事上呢 这一次的东岗王传祭呢 那么先前信徒就很担心 有两个台风以及低气压来搅局 那么祭典要不要如期的举行 或者是要不要延期 不过当时呢 妙方很有信心还打包票说 安啦 台风天呢 不会影响到这一个东岗王传祭的进行 那么妙方就说呢 举这一次这个巴马台风呢 逼近横川半岛为例 同时呢 这个巴马之前已经称为怪台了 就大概快要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谁知道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又往南走了 妙方说呢 这个就是呢 这个神明有保有的最好的例子 那么妙方呢 还举出说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呢 东岗王传祭遇到台风的时候呢 台风转向的一个例子哦 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先例了 因此呢 只要遇到台风呢 这个台风呢 就会由大化小 那么化险为宜 不过呢 古且不论呢 这有没有可学的根据 他在信徒的心中呢 这可是坚定不移的信仰 像是目前现场 最近情形 见到家伙的蓬莉主播